16. 南國早報 廣州副美航班日旅客追打乘莫圓環用腳猛踢客機隔板 B介入調查 2015年7月14日時時萬丈 A24南國早報信據《廣州日報》報導 記者7月13日從南航獲釋 北京時間7月12日上午11時43分 從廣州飛往美國洛杉磯的航班再洛杉磯國際機場落地 停靠狼橋後 掃名接到機組報警的美國機場警察登機帶走一名華裔旅客 該旅客涉嫌在航班中攻擊 辱罵 恐嚇成務員並損壞客倉設施 該南航航班於北京時間7月11日晚9時53分從廣州白雲國際機場飛往美國洛杉磯 機場共載有旅客411人 飛機起飛後 進入正常的客倉服務階段 原來勸解 告訴他哪個位置上根本就沒有人 但是該旅客不聽勸解 情緒越來越激烈 大聲罵裝話 揚然要找人報復乘務員 為了避免衝突升級 乘務員再三對該旅客進行勸阻 但他不依不搖 追打乘務員 並用腳猛踢客機上倉的樓梯隔板 監禮該旅客情緒極度不穩 機長決定由機上安全員對該旅客進行警告 並看管約束 同時報警 航班在洛杉磯機場落地後 早已等候在龍橋的洛杉磯機場警察登機進行調查 對攝氏旅客進行手身後上靠帶走 經過調查後 洛杉磯機場警方認為事態嚴重 將案件移交美國聯邦調查局 復必繼續進行調查審理